提到抗日剧,在一线的卫视台播的都比较少了,一线卫视都播一线鲜肉扎堆戏和大演员的戏。 对于这些抗战剧,他们都不屑的播,倒是二线卫视因为买不到一些带IP剧的,所以就播一些价格比较低的电视剧。 这些工厂流水线下来的抗日神剧和蝶战剧,都这些二线卫视的主要粮食,由于制作经费有限,也挺不起大的明星。 所以现在拍的一些抗日神剧,都是不经大脑的制作,天天都是护药观众,什么步枪打飞机,手榴弹炸飞机,图手撕鬼子等一些糊弄小孩子的镜头来侮辱观众。 也不是说这些年拍的都是这样的片子,也有一些好的抗日题材的影视剧拍的不错,比如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、《战长杀亮剑》等这些电视剧拍的都是相当的不错。 在观众中形成的口碑也是相当的好,尤其是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和《亮剑》,有的观众都刷了好几遍都不寻烦,甚至《亮剑》在某个卫视台重播的频率比《环珠格格》还要高。 可见他在观众心中的位置是相当的高,亮剑是由李云龙、楚云飞、李正伟、和尚、段鹏、张大彪、孙力等连技超级在线的老戏古门主演,把里面每个人物的特点都刻画得淋漓尽致,非常的饱满。 相比着一些神剧中主将是越战越勇,子弹打不死,飞机炸不死,仿佛就他一个就可以把对面的敌人全面都打败一样。 亮剑里面主角李云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他也有七情六欲,他也会失败,他也会违反上级命令,公报私仇,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敌人抓走。 他想报仇,办起了婚当上了山大王,带着弟兄们去救老婆,即使事后被军宝从事了,也心甘情愿,每个细节都演绎得十分的爱,跑位队长就为了一个地瓜的奖励。 他完成任务后那个高兴境,真是恰到好处,里面每个人物穿的衣服都是很天和实际,衣服上到处都是补丁,妆容也化的也刀石的人一样,都是脏兮兮,一看就是天天打仗的老兵游子,和时代感是相当的贴近。 基于人物演的充实,长影和服装到位,这是这部戏成为抗战剧中的经典,一直被人传送,这部最近就有人打起了这部戏的主意,要翻牌它,名字较亮点真雷亭战将,主演大部分都是杨逆公司下的人。 张云龙,高伟光,女主角是无心,不错看到两个男主角就是高大帅,与李云龙相比相貌上真是高利益大快,但是就没有那种气质,当兵带队的脾气,这部剧刚被官方宣布,就受到了全民的抵制,又想拿这些花拳袖腿来糊弄观众们,太不尊重历史了。 从官宣给出的剧照看,各个角色的衣服都是光线亮丽,头发梳的苍蝇战道上面都打滑,看到之后,二银长,把你的意大利套拿来,把他的头发给老子轰趴下,真是毫无为何感。 无心大家都有看过吧,快乐家族演的电影全部铺贴,没有一个平分上午,在一个无心在参加黄蕾的深夜食堂中的各种发言,就知道他的演技还不如一样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,还需要认真的历练和打磨。 就这样一个演员,他能担任一个女战士吗?他像哪里一战再怎么化妆?根本也不像,观众看了分分钟就会出戏。 这部剧湖南卫视买下来,本来是像在近期播出的,但是近期湖南台的收视率下降的厉害,这部剧又被观众抵制的厉害,所以就迟迟没有播,要按现在观众满声讨的浪潮。 那这部剧又贪死附中了,本来么那么神剧最起码也显示了抗日战争的艰辛,花了这么长时间,牺牲了这么多的战士,才换来今天的和平。 这部剧倒好,弄几个演员谈谈恋爱,说说情话,顺便就把仗打了。 打仗这事哪有这么简单,如果这么简单,那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解放军战士克死他乡。 这完全是忽略的战争的残酷,侮辱了先辈的功绩,就应该全民抵制,不让他播出。 大家觉得哪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讨论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